很多人在长大的时候 都是活在律法的言语 你要怪啊 不怪我就打你啊 你要怪啊 我给你礼物啊 就是说你要怪 你要怪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好啊 我们基本上长大 都是在这个情况 都是这种律法中长大 常常都要做什么 新的耶稣应该是活在恩典中 但很多时候言语 好像你进入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黑的 你看不到里面 你就说我们进去探讨一下 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是探讨 你不知道 但你要进去 这是探讨 怎样探讨呢 例如有一个人有情绪不好 他告诉你 我的情绪常常失控 我不开心 我有烦恼 探讨是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处理这个情绪呢 这是一起去找 什么方法呢 可能你也不太清楚 所以利用探讨的方法 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方法 可以处理这个情绪的问题 可以处理这个人际的问题 有些人说 我语言关系很困难 我们就思想一下 用什么方法 他说我跟老公老婆沟通 都没有好的结果 我就了解一下 然后我就问他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呢 然后他说出一个方法 你说这个是好了 这是探讨 用提问的方法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呢 这是探讨 引导是怎么样了 引导是你知道 但对方不知道 你就引导他怎样一步一步 好像这样 有人情绪有问题 你就问他了 你情绪不好 你觉得对你有没有影响啊 他会说有啊 怎样影响你啊 我常常不开心 你做事情做得怎么样 很多时候都没有力量 很容易失败 很难语言相处 好了 你想不想改善呢 你留意我的提问 一步一步一步地提升他的 你想不想改善呢 想 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方法 他说啊 我 我曾经 尝试语言沟通 那后来怎么样啊 有没有好的结果啊 有些手有 有些手没有 你觉得什么手有 为什么有 有些手 为什么 有些手没有帮助 你就一步一步地问他 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 处理的好的地方 为什么能够处理 为什么你用那个方法有帮助 然后处理不好 为什么那一次你与你的家人沟通不成功 然后你觉得可以有什么方法 然后你可以问他 你想不想我给你一些意见 好不好 我现在用的就是引导 例如你的孩子不听话 不肯读书 你可以引导他 平时我们也告诉他 你很宝贵的 你知道吗 你看看这些人很伟大 他们有些人 他本来都不是伟大的 但后来他变为很伟大 你想不想成为这些伟大的人 有些伟大人 他们的背景都不是很特别的 他们出身很贫穷的家庭的 他们都成为伟大人 你想不想成为伟大的人啊 他说想啊 那你觉得可以做什么 可以变得伟大 就让他说了 他说我想学什么 我想做什么 非常好非常好 那你有没有想到 怎样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啊 你有没有想到有什么拦阻 你做到这些事情啊 例如他说我可以做什么 可以进入成为一个伟大人 我们就说 可能他说我要读书 非常好 你要读书 那有没有东西拦阻你读书了 令你读书不进步了 他说 有些事我懒惰 我们不要马上举着他 你懒惰 当然不能进步了 不要马上举着他 我们不要说 你懒惰 所以你做不好 而是说 那你有没有尝试去胜过这个懒惰啊 有没有成功胜过这个懒惰 你胜过的时候有什么后果 有一期你考虚考得很好 为什么那一期考得很好了 这是让他了解 他为什么有些时候成功 有些时候没有成功 这是引导他一步一步的进步 我用另外一个例子啊 你有一个教友 对神没有兴趣 与神关系不好 有很多的方法 说你要祷告你要祷告 你要悔改你要尊重神你要做 如果他已经能够做的话 他已经早已做了 他就是不懂得怎样做 所以做不到 那我们可以怎样引导呢 我们可以说 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给你的感动啊 赞美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平安喜乐啊 他说有啊 那你觉得那个时候是不是更有力量啊 你想不想更有力量啊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更进步啊 当你进步的时候 神是不是喜悦你啊 你进步的时候 神是不是就欣赏你 就提升你啊 这是我们与他沟通 让他知道他的生命可以提升 好了 我想问你们一下 有没有一个人在这里 你觉得好像你的生命有些拦阻了 如果你愿意出来 我就与你沟通 我就示范给其他人看 我怎样引导你进步 有没有人觉得你有些困难 很难处理的 你想出来 我帮助你一下 好不好 这个示范 因为这个你们会有深刻的印象 怎样提升人的灵命 有谁想试一试 有没有人勇敢的想试一试 好的好的 感谢主啊 感谢天父 欣赏你啊 非常美好 非常美好 好的 我想问你一下 你有什么地方你想能够进步啊 能够处理啊 有时候 我读了圣经也记不到 有时候我不过天天是 忙着世界上 对神的科目很少 感谢主 我求你给我祷告 给我智慧从命 让我来科目神 还是来和好的 有一颗忠心来释放 感谢主 你的意思是 有时候你这个科目的心不是很强 对对 科目的心不是很强 那我问你这个问题 你觉得 你说有时候没有科目 你有没有时候 有科目的心有没有 有 有时候有 为什么那时候 有更大的科目呢 那个时候就是对主 静一点 清静一点 热心一点 后来就是 有时候慢慢慢慢地 就让 对跟他 挪一掌棚 立身 心里远立身 好的 刚才我问他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有些说 有些时候他没有 这个动力 没有这么强 强烈的科目 但有些时候没有 代表他有些时候有 所以我先了解他 为什么有些时候有 因为首先了解 正面的地方 才去了解他的困难 所以你就说有些时候 你能够投入 有科目 但这个科目的心 不是很长的时间 对对 好的 明白 那你觉得 这个科目的时候 你能够经历的 能够经历到什么了 当你科目的时候 当然还是 经历神经历的时候 心里也是 又平安天天 也每天很开心 又喜乐 但是有时候 愿意神经历的时候 开心不起来 感谢主 好的 明白 这是他说 他亲近神的时候 可目的时候 就有平安 喜乐 但有些时候 就是没有 好像 没有这种力量 没有这种可目 好的 我现在问你 你说有些时候 你能够投入 就能够经历神的平安 喜乐 这个非常好 那你觉得 什么原因 拦阻你 不能常常有 可目呢 有什么原因 拦阻你呢 有什么原因 例如 虚拦 周围的人 情况的困难 有没有拦阻你 更能够 有可目的心 有没有 我对自己 有时候 发不起热心 没有什么 还是放在我心里 就是清晰心里 有时候 我会看抖音 就是一会儿 心里上 也不想看 也不用力 就点开看 看了 就 看了 周围的人 知道说 但是还是 有时候 控制不住自己 你说这个 抖音 抖音 我明白了 这个就是 手机上的抖音 然后令你 不能集中 所以你 其中一个困难 就是这个抖音 是不是 视频 我一会儿看 是一会儿 也想了 不想去看 但是有时候 电台就会去看 看了 哎呀 这时间 都 目视了 就是看了 这个视频 好的 明白了 这个抖音 那我问你 这个抖音 对你的生命 是带来好处 还是不好的地方呢 也知道 是 浪费的 但是有时候 就 自己 那个目的 自发的 老的心 你想着 你光想着 一看一下 看一下 就这样 是的 这是 好像有一种 吸引力 是不是 你看一看 哇 就被吸引了 继续去看 其实 你没有发觉 在网上的 影片 抖音 都是用这种方法 吸引人的 有没有留意到 就是他感觉到 好吸引人 一会儿心想 再美 我看会儿这 就这个样的 吸引他 所以这个困难 你觉得这个时候 是不是很多人 都被这个抖音影响了 是 是 好的 那 你想不想 胜过这个抖音 我就是想这样 胜过 为我 祷告 感谢主 你想胜过 是不是 胜过这个抖音 重要吗 很重要 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 还是如果 在现在 不合好预备 到将来 会感谢主 会撇在世界上 会 跟从世界 是不是 就放弃了 其实 你留意我 就是提问他 这个抖音好不好 对你有什么影响 如果 继续被他影响 有什么后果 我就是 引导他 一步一步 明白他的情况 明白这个抖音 对他的破坏性 让他说出来 如果是小孩子 也可以这样 他去成年 而且他有这个心 去 可慕玄 有些时候 代表他有动力 但有些人 完全没有动力的 但他有动力 但继续被这个 吸引了 好了 那你有没有 曾经尝试 用不同的方法 处理 这个 不被这个 抖音影响了 这个情况 太难了 太难了 我 我有时候 还是感谢主 我都说 但是有时候 也说了 跟主说的了 有时候 又去犯这样的毛病 犯犯 犯犯 是的 这个就是 有些时候做到 但有些时候 就是做不到 这个情况 你觉得多不多元 有这个情况 有吧 其实很多人都有的 那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很久的 有这个动力 去处理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 你有没有想过 用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你 有很久的 很久的动力了 现在我示范去辅导 我现在去 示范辅导 用引导的方法 帮助他 处理他的问题 帮助他 明白他的情况 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明白 不处理的话 后果是怎么样 然后 需要处理 这点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如果你的教友 你周围的弟兄姐妹 都很愿意改变 你就 很简单了 你教导他们就改变了 但为什么很多人很难呢 因为他们被一些事情影响 他们有困难 他们也缺乏动力 所以我们需要引导 辅导他 一步一步的进步 这是重要的 传福音的时候需要 帮助人的灵命需要 牧养人的时候需要 所以你牧养人 你需要学习这些很重要的方法 与夫妻的关系 孩子的关系也重要 一步一步的引导 让他明白 让他明白这个重要性 其实这个方法 没有肯定的一种方法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其实我再告诉你一下 但现在我继续 就是让你知道 这个是辅导的方法 让他明白这个重要性 然后找方法 我说出来几点 第一 让他了解他的情况 问他这个情况严重吗 如果不处理 有什么后果 然后你想不想处理 不处理有什么后果 你曾经用什么方法 有效吗 然后 没有什么方法 没有效 你想不想 我给你一些提议 这是一步一步的引导 如果你这样的话 用引导方法 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如果人有动力 例如这里 你有动力 我就告诉你怎样做 但有些人没有动力 他们有困难 不能处理的话 我们引导他 一步一步建立这个动力 他就能够改善 好的 我现在再回到这个学妹 好了 你想一想 有什么可能的方法 可以帮助你 能够胜过这个抖音呢 你想一想 可能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你呢 求神帮助我 是的 求神帮助你 求神之后 你还需要发学 这个吸引 还需要来到 怎么办呢 可以怎么办呢 祷告是一个方法 除了祷告 你的里面很想看 你祷告 还是很想看 怎么办呢 感谢主 好了 我给你一些提议好不好 这个就是一种方法了 因为 我们祷告的时候 有些时候 我们不能让圣灵 真的改变我们 我们就要找出 为什么我不能改变 你要找出这个问题 才处理这个问题 明白吗 例如 你懒惰没有兴趣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抖音 不同的原因 你现在可以坐下来 不同的原因 为什么人会被抖音影响 或者是电影啊 电视啊影响 为什么 第一 这个人生活很沉闷 没有什么开心的地方 看到这只手机的 就被吸引了 第一个原因 第二 他没有肯定的目的 他的生命到底去什么方向 没有目的 他也没有力量 他也没有人鼓励他 也没有人给他机会带领他 所以很多人就方向就迷糊了 就没有方向 被世界影响 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 被鼓励 有没有动力 有 但回家又忘记了 所以这方面 几方面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内心 自己知己知悲 百战百胜 自己知道我里面很孤单 没有开心 没有力量 没有好的朋友 我们有神做我们朋友 也应该有人的朋友 为什么呢 如果有一个人 但是与神有好朋友 跟其他人沟通都有困难 完全不能与人沟通 没有朋友的话 他的支持是很弱的 我们都需要朋友 都需要有人一同走我们的方向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人很孤单 很孤单 里面就空虚了 有什么方法 能够有开心 他就去做 你在网上看到有些人是怎么样了 八十多岁的女性 也会在网上看到有男性 对她说我爱你啊 我很喜欢你啊 我看到你 我听到你的声音就 我很兴奋啊 我天天都想见到你啊 后来就说 我现在有些经济的困难 请你帮助我好不好啊 八十多岁的人也被骗了 很多钱啊 八十多岁 还会被欺骗 这个感情上的欺骗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孤单 从来没有人对他说 我爱你 我看中你 从来没有这种满足感 基督徒怎样对付这个情况呢 怎样处理呢 如果我去帮助他的时候 我就会问他 你想不想 我告诉你这个方法 好不好 然后我就 过程我就会问他 你明不明白 你能够行出来吗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感情 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完全没有朋友的 每个人都不是朋友 常常坐在一角 坐在一边 没有人沟通的 他的内心满足吗 不满足 我们的内心 我们需要朋友 所以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们需要第一个朋友 神给我们满足 第二 我们需要人 但不代表你抓住人 而是你看到有些人 与你有好的沟通 你就欣赏了 而且如果你的配偶 更应该欣赏 因为配偶是神 赐给你的人 跟从圣经的方法 他不会离开你 你也不会离开他 你一生跟他一起 所以配偶 保持配偶的关系 非常重要 你与配偶的关系 不好的话 你就没有力量 我告诉你 不但是我喜欢我的妻子 她喜欢我 她是我的很重要的 配偶伴侣 还是我的帮助 她给我很多意见 有些时候我问她意见 我们可以讨论 讨论怎样处理问题 所以这方面 我们需要建立与神的关系 也建立与人的关系 但如果人没有与神的关系 没有与人的关系 也没有发挥生命 他的生命就空虚了 我的生命很充实 为什么呢 我们周围人都被改变 我们改变他们 他们都很喜乐 都很开心 都愿意侍奉神 我们去帮助人 他们都改变 所以我有动力 我与神的关系好 与人的关系好 与同工的关系好 与气质的关系好 我也 神也给我机会 聪明 这些机会 现在我分给你 分享给你 你来得到这个机会 你去建立与人的关系 说更多的恩典的话 说律法的话 都需用引导的方法 不需批评 用游和的方法 那你就能够建立你周围人 也发觉有些人 愿意与你做朋友 我们都需要朋友 但当然 有些时候你太忙了 没有时间 但起码你跟你的配偶 一切同工 都是朋友的关系 你的心灵就充实了 然后我就看到 我的生命怎样发挥 怎样帮助人 怎么重要 思想圣经的话语 怎么重要 在神的同在 怎么重要 我就珍惜生命 我就明白一个道理 任何在网上的影片 都可以吸引你 完全地控制你 那我有没有看呢 我有看的 我看的是什么 其实 我在网上 看很多知识有关的东西 娱乐性的 娱乐性的我不看 事实的我去看 不同的有帮助的 我快要讲这个启示录 我就在网上听很多启示录 他们不同的看法 我自己用很多时间分析启示录 很透切地分析启示录 我的生命是很多方面能够祝福人 所以我有方向 好了 你说我没有这么大的动力 但如果你在照会里面开始帮助人 你就会发觉你能够帮助人 你就说我要学习怎样更有效的帮助人 你就学习更好的方法 你的生命就进步 当你说我的生命要进步 我不要浪费时间 你就会说我不要看 一看就不能停止的 一开始看就不能停止的 这个就是我给你们的提议 能够胜过这些 刚才我是用引导的方法 那你发觉这两天我所教导的 有没有给你一种压力的感觉 哇 你要改变啊 我会改啊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没有 因为我知道压力不能改变人 神用的方法是神的爱 神的恩典 神的推动 所以我鼓励你们说柔和的话 这个尤其是与同工的关系 我曾经与老师沟通 关于同工的关系 这个 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与同工的关系 能够保持在一种美好的关系 能够有美好的沟通 能够 很自动的合作 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这里 很自动的 很自愿来 我不需要说你来了 快来了 不需要这样做 他们听到有机会 他们就愿意去做 因为他们有这个动力 知道这个宝贵 我希望我们都是能够用恩典推动人 刚才我说了这个探讨 探讨就说 有什么方法解决 怎样进步 你想不想你的生命更进步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然后引导去 我们知道这个方法 然后我引导去 你觉得你的情况 有没有困难 有没有影响你 你想不想改善 有没有用过什么方法 有没有笑 没有笑的话 你想不想我给你一些提议 如果他有笑的话 我就说 那个方法怎样好 可以继续用吗 为什么有笑话不能用呢 什么原因 拦阻了 然后他说出来 我们就找方法去处理 这个就是 智慧去改变人的生命 一步一步的 好像这样 他在这个层次 我希望他去到这个层次 我用一个比喻 两夫妻吵架来到找你 他们吵架想离婚了 然后你就说 你回家 摇树对方 算带对方 爱对方 好了 回家了 祷告完 回家了 是不是就解决了 没有 因为你没有解开他的问题 很重要 亲近神很重要 而且是这样的 不但是亲近神 亲近神的时候 相信神很喜悦 神也在我们生命上 有奇妙的计划 什么时候我们告诉人 应该做什么 都告诉他这个原因 这个恩典 神很喜悦的 当你亲近神的时候 他很喜悦 他就祝福你的 所以不但去说打告 而去说 神很想帮助你啊 你亲近神 享受神 相信他在爱你 你就有力量了 你就有动力了 你就有能力去对付这些罪了 我跟人说话的时候 都去讲出这个恩典 这个帮助 神的帮助 他就有动力了 然后他要处理内心 其实我告诉你 我们每一个人 里面都有引领 我们都有一些引领 拦住我们 可能伤害 被人伤害 里面的愤怒 里面的 委屈的感觉 里面的 不看重人的感觉 觉得人都不好 觉得自己没有用 觉得自己很失败 很多人都有这些 我都有啊 但我尽快处理 我发觉有 马上处理 我以前在侍奉的时候 因为第一个侍奉 这个同工批评我 在我的背后 跟我的第一个太太 我第一个太太已经 西路贵族了 当时他告诉他 然后我的太太就发怒 就对我发怒 所以我当时觉得 很大的压力 后来我就发觉 这个事情过去了 过去 我也亲近神有平安 但我发觉在有些时候 在我做一些 不用思想的东西 例如洗碗的时候 这个惧怕就走出来 我就发觉里面 有一种惧怕 这是怕 当时我不是想到 这个人的批评 我就是有一种惧怕 在里面 这个是一种引领 这是前一时里面 已经潜伏这种惧怕 我怎样处理呢 我找出这个问题 我就是每天宣告 所求以管家的 需要他有忠心 我已经忠心 神是喜悦的 我亲近神 神很喜悦的 我不需要为以前的事情 觉得不开心 觉得受伤害 我可以赞美主 哈利路亚 神喜悦的 神喜悦我就平安 这点很重要 一边赞美主 一边相信神很喜悦 然后我就轻松了 但第二天 又再惧怕 我发觉 思想比较容易处理 但情绪会继续回来 有没有发觉 负面的情绪会继续找你 需要每天处理 处理到一个程度 哈利路亚 我是被爱的 我是重要的 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 但神已经赏免我了 神已经给我力量 我听见神神就很喜悦 所以这一种互动的祷告 一边祷告 一边相信神必定喜悦 但我真心地祷告 祂必定喜悦 是给我们喜乐的秘诀 很重要的秘诀 我希望你真的使用 这个非常宝贵的 这个神的允许 我们亲近祂 祂必定亲近我们 祂必定喜悦的 好了 这样的话 我就慢慢处理 我刚才说 我们里面的空虚啊 负面啊 都处理 然后我们就建立 我们的生命的宝贵 你们相信你是宝贵吗 你的言语是相信的 但我告诉你 你的潜意识 可能会这样说 我做不到什么大事的 我做小事可以了 大事不能做的 可能你口头说 我相信 但里面其实你觉得 我还是一个平凡的人 但其实每一个平凡的人 都可以变为伟大 我告诉你 有一次 有一个姐妹 我从来不认识的 只是见过她一次 她来到我的教会 她跟我沟通 她很努力传福音 她是年纪大的 我听到 我觉得很好 我就请她 马上再崇拜 就分享 就是这个人 年纪已经大 但她这个动力和喜乐 非常的 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我就请她 马上分享 就是说你年纪大 还可以充满喜乐 你可以充满喜乐 然后告诉人 我知道 我亲亲神神就很喜乐 我尊重神 我做这样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姐 都不能不得赏金 所以我每天都喜乐 人都看那里 她就说 我也很想 好像你这样喜乐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改变人了 所以我希望 你去找出 你的生命中任何问题 你引导自己 是不是我必要看这个抖音 是不是我必要 看这些影片 或者是抓住一些朋友 对我们不好的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有些男女 人人都看到这个男孩子 很多问题 他就是要你的钱 他对你没有兴趣 人人都劝他 不要这个男孩子 但他总是要 为什么呢 他没有找到其他的安全感 里面没有安全感 所以找到这个人 必定要抓住 这个人明明是很不好的人 还是要抓住 因为没有安全感 不觉得自己重要 我知道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知道我很重要 神给我的恩赐 我要使用 我不要快快地死掉 我要更多悲伤使用 所以我有动力 有什么机会扶序 我就去 任何地方有需要 我就去 我有这个无限的动力 你有没有这个无限的动力 可能你在里面 有什么呢 惧怕 内疚 做得不够好 觉得自己没有力量 我做不到的 不能进步的 可能很多拦阻 这些拦阻的东西都需要处理 在神里面 我不需要觉得没有用的 我是很有用的 你就试一试帮助人 人被帮助 你就发觉 你有力量 我告诉你我的来的同来的人 这个红色扇的圣证 他本来是怎么样的生命呢 他本来是离婚的 他的有忧郁症 要套楼了 有癌症 每一样东西 每一样东西是好的 每一样都是不好的 我的意思是没有一样东西是好的 一样都是困难 但他信了耶稣 有改善 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善 但有一天神让他看到我的 网上的影片 你要找我 然后我就帮助他的生命 生命改变之后 在他自己的教会 因为我在香港 我有我的教会 但这个教会也是训练课程 有些人是自己有教会来 我们不会叫他离开他的教会 他有自己的教会 他在自己的教会 帮助很多人灵命更新 信耶稣改变 他们起初 这些同工都不介绍他 但后来就介绍他了 看重他 这个就是生命的改变 这个黑色衣服的 他也是有这个 这个忧郁 低沉的情况 也是很怕语言交往 不敢语言沟通 这样自己 封闭在房屋里面 以前有人教导 他怎么教导 你不要出外接触人 你接触人就被感染 不要出去 他来到我这里 我说 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说爱人如己 不是说避免人 他改变 然后他会来 这些都是神的帮助 这个中间的姐妹 阿平胜 他也是情绪的情况 很长的时间 身体的情况 也是很长的时间 来到我这里 然后他就平安 轻松喜乐 他有不同的方法 去改善自己 提升自己的生命 有动力 这个弟兄 其实我刚刚认识他不久 他在网上看到我的影片 就说要跟我学习 然后他就来到我聚会 半次 因为他来到 有事情要离开 后来第二次就跟我来 因为他很有动力 所以我也允许他来 所以说他们里面都有一些拦阻 他们都跟我有沟通的 我的教友 我的训练人都与我有沟通 他们告诉我很多问题 有些几年都是 哇 这些人伤害我 不是他们 有一个人他常常都告诉我 有人伤害我 我很不开心啊 我要看医生了 看心理医生了 哎呀 我要做什么 做什么 但我也是忍耐地帮助他 到现在他去完全地改变 他去读神学 起初他是完全没有动力 常常在情绪之中 就是说我们接纳人 引导人一步一步用游和的方法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我一次说 你真没有用啊 我教你这么多次 还是不要改变了 你这么没有用啊 你反思一下 你真的失败啊 这样说话 他们就很伤害是不是 没有用的 但很多人都用这些方法 而且圣记长道的时候 长道的时候 你们要悔改 悔改 这个没有错 但可以这样说 我们悔改 神就很喜欢啊 你说神啊 我得罪你 我愿意改变 神就笑啦 你也可以笑 你改变些少 神就看着你 就笑 就欣赏你 神就提升你 这样鼓励人悔改 好不好啊 因为神去常常给我们恩典 你看起序路 气风 书信 都是讲道 你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是得胜的 我就这样怎么按点赐给你 而且 有些应许非常重要 你要成为神的殿的柱子 非常宝贵 你要支持神的天国 所有的事工 你是重要的人物 而且你要坐在 我的宝座与我坐在一起 这个是对这个老底下教会所说的 这是很多应许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用应许 用正面的话 鼓励人 引导人 不是用 责备的时候 也是用油 我其实要讲这个责备 好了 这个引导 就是 再说一次 你在这个情况 你觉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影响你的生命啊 你想不想改变啊 你曾经试过什么方法了 有没有笑 有笑的地方 为什么有笑 没有笑的地方 为什么没有笑 可以怎样改善啊 你想不想 我给你一些提议 怎样改善啊 这些一些引导的方法 这些方法你能够行出来吗 你要教导 我们教导的时候 也不需要这样说的 听啊 听啊 你要留心听 知不知道 留心听我说的 但我就可以说 你知道 可以怎样处理生命 好不好 聆听人是不是更好啊 用问题的方法 聆听人是不是更好啊 你关心你的气息 是不是关心更好呢 你与你的妻子一起去拍拖 去对他说一些好话 送一些礼物给他好不好啊 这样就是 继续去教导 那我问你们 你愿意买一些小东西 或者是大东西也好 什么礼物送给你的太太好不好啊 或者送给你的老公 回家的时候 可不可以啊 告诉他 我爱你 我要珍惜我们的关系 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关系 都是用正面的话 我们可以建立更好的关系 神就喜悦 我们就可以享受关系 我们的生命就一起发挥 这是正面的话 但有些人是怎样说了 你从来都不跟我沟通 我对你说话 你都没有回应 你要开始回应了 你听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啊 很不舒服 都是压力是不是 压力 压力 神不是用压力的方法 除非这个人完全的不悔改 有些时候神用警告 但警告也有恩典 例如耶稣指着法利赛人是非常强烈的 但当他们来到他拉你的时候 他还是给他们机会 他就告诉这个尼哥迪姆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告诉他这个重生的道理 接纳他 所以耶稣神里面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警告 但同时也说出神是充满恩典的 神是蛮有怜悯的 不经意发露的 而且神就说 何必死亡呢 回转 我就给你生命 你就活过来了 都是神很多的恩典的 所以大卫 你看到他去常常享受神的恩典 用恩典鼓励人更好 好的 吩咐 我们不需要就是说 你做做做做做做 而是说 谢谢你做的 非常好 谢谢你煮饭 给我们这个后面的李姐妹 非常好 谢谢你 你做得很好 老旭昨天也为我们煮了一项饭 李姐妹说 是第一次吃到老旭所煮的饭 非常好 感谢主 感谢耶稣 这是我们用一些方法 欣赏人更有教导的能力 而且吩咐人的时候也欣赏 谢谢你的努力 做得非常好 这个 而且你 也可以这样说的 你这样做 对我很大的帮助 我需要你帮助 你帮助我好不好 我的太太 很多时候 她继续在学校 她很多工作的 有些时候 她做在学校的工作 做到十二点钟 在家中的时候 其实我是跟岳父岳母住的 他们煮饭 然后我洗碗 有些时候 我的太太对我说 让我跟你一起洗碗 好不好 我说你快快去做工 做你的工作 然后你早些睡觉 她说让我跟你一起洗碗 让我们享受这个时间 她就是有这种心态 就是觉得一起 做什么事情都去享受 我告诉你 有些时候 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 有一部小巴 这个小巴不是公开的小巴 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特有的小巴 有些时候我们去到 刚刚走了 我就对她说什么 不要紧 我们现在就开始拍拖了 开始谈恋爱了 这是用这个时间去享受 不一定是觉得是失败 我们都说很多这些话 所以对方都很激动 对对方好 这是一种方法 鼓励人去尊重神 去做应该做的 好了 指责 我们也需要指责 有些人不悔改 继续犯罪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你觉得你继续这样犯错 后果怎么样啊 你这样对人说话 你觉得人会与你的关系怎么样啊 你想不想改善呢 如果他不愿意介绍 我们的言语就可以更严重了 但严重不需要用严重的语气 有严重的内容 可以有柔和的语气 我示范给你 听哈 就是这样 当你不尊重神的时候 你觉得神会怎样看你 神这样看你的时候 神可以对你做什么 你惧怕吗 如果神要拿走你 你所有的东西其中一样 有哪样你可以说 神啊你拿走都没有问题 如果神要说 我拿走你的头发 可不可以 拿走你的小子 可不可以 你走路的能力可不可以 你会不会惧怕神 会不会敬畏神 你可以用柔和的方法 当然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但我们可以说 你这样的话 你侍奉就是白做 神给我这个教导 我们都建造在基督的盘石上 这个根基上 我们建造 你建造的时候 会不会建造一部分 然后就猜尾 一天建造完就猜尾 会不会呢 不会 但如果人一边侍奉一边骄傲 就是一边侍奉一边猜尾 是不是 如果人侍奉的时候 不是真心 如果我现在去表演 不是真心的爱神 我做的就是白做 我们这么努力去适奉 为什么白做呢 所以我们真心的 说神的你真好 我全心的适奉你 我们就鼓励人 你要不要白做 你所做的 神都会猜尾 因为你的内心 你的心态不好 这个是指责 但我可以用 游和的方法 你觉得 你可以悔改吗 可能他说 我愿意悔改 但后来这个罪又来了 好了 那你就不懂得 怎样处理 我就告诉你 怎样处理了 这个如果他去 想悔改 但不能 没有力量 我昨天讲到 简单的讲到 这个得胜五不取 怎样胜过困难 如果有人 他想不犯罪 但继续犯罪 怎么办呢 你记得这个得胜五不取吗 留意到这个罪 或者是问题 第二 破坏性 跟我说 留意 破坏性 圣经说什么 祷告 祷告的时候 是求神赦免 求神给力量 第五 选择圣服 选择圣服 第一 简单的 得胜三不取 留意 祷告 选择圣服 所以说留意 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们有些时候都会的 其实人会这样的 人通常见到一个人 开始的几秒钟 很多时候已经决定 他会与他的关系怎么样 有些人 你见到他 很有爱心 很柔和 令你很喜欢 你就已经说 心里说 我想与这个人有好的关系 但有些人 我们见到有些人 他外貌不扬 他的言语俗俗 他做的事情都不好 我们可能里面已经有些抗拒了 有些抗拒 那我们很多时候对人都有一些抗拒 你想一想 你看你的交友 是不是有等级的 有些人你很喜欢 有些人不是那么喜欢 有些人是平常兴趣看 有些人是不喜欢 有些人是不想这样到 可能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层次 这个需要处理 因为这是罪 但我们发觉 我看到这个人 就有不喜欢的话 我留意到 我就祷告 然后我选择处理 整人处理了 如果我爱所有很多交友 就是这个交友不爱 有什么后果 神就说 你不是真的爱人 你是爱你喜欢的人 你不喜欢的你不爱 神看到的时候 神喜欢吗 不喜欢 我问你 有没有人你看到的时候 是里面有些不喜欢 有没有 有 这个需要处理了 因为你不处理 你的生命就有破口 如果这个杯 这个杯很好 有一个破口 这些水都要漏掉了 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任何的破口 都要漏掉 所以我们就说 其实有人 世风很好 但这是对一些 世风没有力量的人 很有批判性 我听过很多这些情况 有些人说 我在照会世风 传道对我很多批评 很多要求 很多压力 我做得不好 他就常常骂我 有没有听过这些故事 有没有 传道应该是充满爱心 但很多时候就是没有 没有耐心 不耐烦 因为 为什么呢 这是有一种 有一种批判的心 用律法 批判 谁是不停地 控告弟兄的 是谁啊 魔鬼 是继续控告弟兄的 我们不要做 魔鬼的助手 而是我们要做 神的助手 所以我们里面 看到任何人不好 我知道有破坏性 里面不接受他 有破坏性 我就选择 我就选择 不被他影响 我选择 改变我的思想 我不改变 神就不喜悦 这个是律法的改变 律法的改变 我不改变 神就不喜悦 恩典的改变是怎么样了 两方面的改变 你听清楚啊 律法的改变 恩典的改变 律法的改变是 如果我继续犯罪 就有破坏性 我的生命就会被破坏 恩典的改变是怎么样了 我这样改变 神就喊喜悦 神就说 你能够爱你的敌人 我就会欣赏你 我加力量给你 我就给你力量 给你恩赐 给你机会 提升你的生命 因为我看到你 爱你的敌人 这个是恩典的鼓励 能够分辨吗 律法的鼓励 跟恩典的鼓励 是不同的 我们自己也提醒自己 有恩典的鼓励 我祝福这个人 神就喊喜悦 我的生命就提升了 我的整个生命就提升了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我刚才所说的 有没有提问呢 关于怎样 刚才所说的 这是恩典的 鼓励人 欣赏人 需要讲律法的时候 也需要讲 但用游和的方法 用更多引导的问题 同时相信这个人 如果是真信主的话 他总有改变的机会 有些人是这样的 看着这个人 这个人没有用的 不能改变这个人 没有用 不要放时间在他身上 觉得他没有用 但其实他有信的话 都能够改变 有些基督徒是没有信的 完全不愿意改变 就很难改变 但如果他有信的话 你问他 你想不想改变 你想不想讨神的喜悦 他说想 他真的想 你是不是真的想啊 你真的想就很宝贵 神必定祝福你 但的确很多基督徒 不愿意改变 不愿意改变 他们就是继续做自己 要做的事情 继续追求钱 追求结婚 圣儿女啊 这些不是错 但他们只是注目 在这些事情 爱世界 不去爱神 所以这个也给你得案 当你真的说 神很重要 我的生命很宝贵 我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我的生命 所以我里面 有些少 细想去看抖音 我就马上停止 因为这个破坏我的生命 我就保守我的生命 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哨 是用心发出 我的心就是 整个心都说 神的我要做你 奋夫所做的 我要将这些教导都传开 让更多人都学到 能够应用出来 你们能够应用出来吗 好了 其实 这个教导最好是能够练习 操练 操练 可不可以现在 你跟旁边的人 你跟你一个熟悉的人 操练一下 怎样操练呢 引导他去 你可以问他的 有什么地方你想进步啊 你想进步的地方 然后引导他 用恩典的方法引导 然后你说 我想不到方法 你就出来问我 好不好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跟一个你熟悉的人 要熟悉的人最容易 但如果你找不到熟悉的 随便找一个也可以 然后你就 互相沟通 看看谁愿意说出他的一些困难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尝试去帮助他 用恩典 去引导 不去吩咐 然后你做几分钟 几分钟之后 你就告诉我 你做得怎么样 是不是用律法还是恩典 如果对方用律法 你就可以提醒他一下 你刚才是用律法还是恩典 你做得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